大家好,现在甘肃省张业市 今天我们去看一下中祖楼 张业也有一个中祖楼 好像是在那个马路的中间啊 和那个叫西安的那个应该有点类似 我们去看一下 往前走,前面那个就是在马路镇中间 今天上午下了大雨 现在凉爽的不得了啊,真的 特别凉快,但是明天又要热了 就凉爽了今天一天 到了,这就是 但是门是关着的 估计想上去参观的话 我来看一下啊 它这个也是建在马路中间啊 和那个西安的那个相似度还比较高呢 看一下那个可爱的公交车 我知道了 现在是中午12点一刻 它居然还堵车了 看来这个地方交通有点拥堵啊 那旁边应该是新华树垫 这个公交车也蛮可爱的吧 它那个窗户看起来像你家里的那个窗户是吧 这个设计造型很有特点 非常的有意思 这个小公交车 有机会我来体验一下啊 今天我来坐的是一路公交车 就是火车站门口的那个一路车 这个是市区的公交车 四路 哦我知道了 有时间我来看看啊 它这个古楼能不能上得去啊 不知道啊 我看那边有个门 门好像是关着的 那上面写的是九重再旺 还是旺再重久 这应该从哪边念 这个估计上是上不去了 一般在马路中间的是不好搞的 现在我想过马路 哦 过马路可以的 你只要继续往前走就可以了 哎呀 现在好凉快真的 风一吹还有点冷 非常舒服真的 哎 终于在甘肃看到下雨了 真的我来甘肃这么多天了 因为一直都很干旱嘛 今天总算是下雨了 哦 这是巨大的一个新华书店 这边写的是另外湖山一览 我知道了 始建于明代1507年 这应该也是正儿八经的老建筑了 就是这个一路 火车站到汽车蓝站 但它有的时候也会有火车站到 呃 张叶西站 西站是高铁站嘛 那个等有时间的话 我再去那边去看一下啊 从不同的角度去欣赏一下 感觉还是挺好看的吧 从这个角度再看一下 又遇到那可爱的小公交车了 这个角度是顺光 所以看起来非常的高清 走 我现在要过马路 我们到另外一边再去看一下 现在我是站在马路中间的安全岛上 从这个位置再看一下 张叶的中鼓楼 有意思 那这个到底是 中楼和鼓楼一般不是分开的吗 对吧 那是不是这地方有两个 我目前看到的就一个呀 那我再找找啊 找找看看是不是鼓楼也在这旁边 我看到了 那边有个牌子 上面写的是张叶鼓楼 那中楼是不是也在这附近 我记得西安的那个中鼓楼是分开的 它这个难道是在一起 不排除有这种可能 我们再换到另外一个方向再去看一下 差不多围了中鼓楼转了一圈 我们再从这个角度欣赏一下 它四个方向上面都有两个牌匾 写的字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有可能中鼓楼就是这一个建筑 因为周围没看到其他的 公交站台的名字就叫中鼓楼站嘛 那极有可能就是这一个建筑 张叶市区还有很多的老的建筑 我们今天下午趁凉快 抓紧时间再玩 因为明天又热了嘛 明天热的话就上午出来 下午呢就回酒店休息 行 这个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 下期见